花蓮慈濟醫院設立了東部地區 第一間疼痛治療中心 結合院內七個專業科別醫生群 咬幫患者更正確快速地找出病源 並失緩疼痛 扶著欄杆下樓梯 今年七十五歲的張先生 常常痛到無法行走 嚴重時連晚上睡覺都是問題 另一位黃先生 這是因為搞完開刀手術後 大腿部分神經毀損 常常莫名疼痛 但卻找不出原因 而為了幫助病患 迅速找出病因並舒緩疼痛 花蓮慈濟醫院特別結合院內骨科 神經科 麻醉部 復健部等七個科別醫生群 成立了東部第一間疼痛治療中心 畢竟透過各種專業領域的共同診斷 才能快速舒緩疼痛 慈濟醫院強調 只要有疼痛的病人 都可以先掛疼痛科 經過醫生評估後提供精準治療 或是轉診到其他科目 朝無痛醫院目標前進 記著我們再看 報道 您就有疼痛 cloud它效應 出現的處理好痛 您 他的確保護 該死 進了 Garrett 只要避不中心的運作 好 大家可能會往後悔 越來越多悔 越來越來越多高 栽培越了傷心 到達 可救了手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